现在正在升6% 主要股东是远银的社长 孙正义说会保留沽货 即是沽亚利的权利 但没有说会即时沽货 昨天其实美股 亚利也做得好 现在正在升6% 之前他登记大手 在美国的ADS增加发行的时候 大家做了很多揣测 股价也跌得急 今天这样弹性 其实亚利的前景你又怎么看 前景其实我觉得仍然是 迫在了这几天股价的波动以外 纯粹是保护到Fundamental 我觉得形容的QG是非常之大 其实因为我觉得 亚利如果在电商那边 他现在的困局 我觉得跟美国的Facebook 现在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人口表面是最大 其他的竞争对手 就真的竞争得很强烈 也很强烈的竞争对手 其实我们看到亚利 你很明显在内地的困局 我觉得相对全球化的 就是Google 第二就是所有反对 阿里巴巴的集团就联成 一起就反对他 所以你可以这样想的 打个比喻 是同比达国为主 其实有什么分别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分别的 如果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大量的竞争对手 包括了传统的京东 拼多多 然后再加上现在 近世代是非常普通的 也都兴起的 就是那些是 叫做视频的 是所谓的电商 或者直播电商 或者社交电商 这些人对阿里巴巴的威胁 也是相当之大的 既然我们看到 连Facebook有这么大体系 是30几亿Data Base的 都要开始 担担TikTok的所谓商业化 我们看到相对规模 AUM是那个 是所谓的Monthly Active User 是相对小很多的 阿里巴巴 他要面对本土的 是所谓指指跳动的竞争 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个威胁性是相当比较大 到最后 我们看到阿里巴巴 在整体云计算的增长 亦然相对来说是比较失望 我们看到在外国 就是这么大市值体系的 譬如说是Microsoft、Amazon 或者Google 这么大市值的公司 这么大的所谓营收的体量 在云计算里面的 同比的增长 仍然有超过是40% 或者50%以上 相反是阿里巴巴 这个相对比较小的 基数角度的增长 反而不同于这些龙头公司 所以我们会见到 在整体云计算的那部分 仍然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失望一点点 所以阿里巴巴 不知道为什么 是刚好得这么巧合呢 它唯一一个表面的好处 是跟Facebook一样 还要是两者的预测市盈量 压到大约16倍 两者好像大家互相抄大家 是压到一模一样 这件事都是有很多人 就是耻着 所谓的股值低 就想着去抄底 就是唯一解释的理由 但是我会浅动它觉得 其实股票当今 定义到是很大的挑战的时候 如果根据我的经验 它的PE range 是会不断地向下压低的 我们看到很久以前的世纪 941 又用了很多年的 所谓的洗尽完华 用了很多年的时间 由30倍PE forward 压压 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压到剩下7倍PE 这些这么凄年的奇境 就算是科技公司 都有可能从高覆车都不出奇 如果一直来说 有很大的挑战 增长期压制 你不要以为16倍PE一定是便宜 如果根据941这样的经典案例 所以大家来说 我觉得 回到股票的现实 我觉得由于压得太多 所以稍微有些好消息充气 打弹也不出奇 就是整体的弱势 坦白说 我觉得仍然都没有改变